不應該這個是菩薩的主要所修持 菩薩主要所修持不是就是要修持菩提心嗎 比六度 比勢無量心 更為重要不是應該是菩提心 我說大悲心有講了嗎 在勢無量的講 可是什麼菩提心都沒有講到 你看這九個裡面哪裡有菩提心 九種的所趨路來講的話 那是不是少了一個 為什麼沒有一個所謂的叫菩提心的趨路陣型 這沒有一定的答案 我們以前會問這個問題的話 我還記得我們以前的辯論說什麼 那這個來講的話 為什麼這邊沒有一個趨路以菩提心 他不是剛剛講說大聖的因果 任何一個嗎 那我說這個定義不是有符合了嗎 是修持了大聖的因果 任何一法的 以頂加行為主 以頂加行的 這樣子的智慧為主的智慧所設持的菩薩的陣型 或者菩薩的語氣是不是都符合了 我就什麼 你說一般的菩提心不是 那我說對啊 四禪八定一般也不是啊 這邊我們要問的是什麼 是 以加行道的菩薩的心序的菩提心 或者趨路於菩提心的趨路陣型來講的話 就沒有一個這樣子趨路菩提心的趨路陣型嗎 那如果沒有的話 為什麼這個裡面沒有在九種分類裡面的一個 不應該就是一定要有 應該有另外一個來去分的話呢 大家有聽懂我的問題吧 應該大家來講的話 這個九種不是從 四無量 應該說從四禪八定 一直到一切種子而已了 這個四禪八定到一切種子當中 看起來都沒有講到菩提心的這個東西 可是大聖的因果 任何一個階段的主要修持 不是都是以菩提心為主啊 那乃至你看說為什麼 出離心也沒有啊 有些人會回答說 出離心是大小聖共同的 那如果這樣子的四禪八定 也不應該在這裡面啊 對不對 最主要的出離心 菩提心 都沒有被列為這個時候呢 為什麼沒有這個出離心 為什麼沒有屈辱於菩提心 跟出離心的菩薩陣型 應該是菩薩的屈辱陣型 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有這樣子的屈辱於出離心 跟菩提心的這種的菩薩的屈辱陣型 但是什麼 如果有的話 假設有的話呢 為什麼出離心跟菩提心 沒有在立在這個分類裡面 好 因為在這邊來講的話 我們這邊所屈辱的 所屈辱的四禪八定 一直在一切項字來講的話 它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 我們這邊所屈 就是屈辱陣型的 所屈辱的這個九個分類啊 都一定是在什麼 都一定是在與大聖的加行到以上才會有 所屈辱的四禪八定 不失度等等都是在大聖的加行到以上 但是如果要了解大聖屈辱陣型 所屈辱的這個九種的話 是不是要先了解 我們一般的都要先了解 大聖的屈辱陣型 所屈辱的這個四禪八定 還沒有了解之前 我們是不是要先了解 什麼叫做四禪八定啊 或者四禪八定都還沒有了解 怎麼了解到說什麼 所屈辱的四禪八定 所屈辱的四禪八定 還沒有了解 我們怎麼了解能屈辱的陣型啊 所以現在來講的話 他準備要說什麼 他說在這個 在這個當中呢 準備要說什麼呢 在 因為 前面是不是我們很多是 已經說了 或者有些是將要說的 或者有些是正在說的時候 他就沒有另外分了 例如說什麼 例如說 六度 是不是我們已經說完了 在於盔甲陣型的時候已經說完了 聖道在什麼呢 是三十七道品的八聖道 在第四品將要會說 所以這邊不說 事無量心 這邊要正要 這邊會說了 那個無所緣 跟三人挺空 這是前面也說過 後面也說過 在空性嘛 法無我的時候也說過了 神通 是不是什麼 我們之前在大聖發信的時候也說了 什麼 三種的所為 之前也說過了 什麼 一介種子是不是正在說了 所以在這個九種當中 是不是七種是一些 有些已經是 已說的 有些是正在說的 或者有些是將要說的 所以不用另外說 但這邊另外要在這個九種當中 如果沒有另外去說的話 就會不清楚的 所以在這個時候要特別去 另外別出 或者另外說出 或者擷取出來 去宣說什麼 擷取出來說 四禪八定跟四五亮星了 所以我們常常講說什麼 我們在很多漢系的課頌文 我們不是說 悅一切眾生 俱樂即樂音 悅一切眾生 離苦即苦音 悅一切眾生 遠離 應該說離苦 無苦之樂 應該說什麼 那還可以得到 還什麼一切眾生可以 遠離 親出愛真 安住平等神 等等的話呢 就在講四五亮星 可是真的四五亮星的 定義 標準 什麼的話 我們都還沒 我如果沒有看清楚 我都不是很清楚了 這邊我們後面 講完四三八定 他就會開始介紹到 四五亮星了 和四五亮星 一介紹完畢 我們就知道什麼呢 後面就是準備要介紹什麼 後面講到了 就是說什麼 我們不是有說 有盔甲陣型 還有什麼 屈辱陣型 知良陣型 跟出生陣型 這一講完 那個四五亮星 就準備要進入到了 就所謂的 知良陣型 和知良陣型的時候 他就會開始分到 後面的 初地 二地 三地 四地 五地 六地 七地 八地 十地 九地 十地的菩薩的功德 他慢慢就會講到 我們在後面的 知良陣型 就會看到了 看到 出生陣型 我們上次跟大家講的一樣 是 出生陣型是什麼呢 是三清淨 將要 佛陀已經要 到了這個階段 他已經圓滿了 兩大阿森奇節的知良了 已經準備要成佛了 已經準備要成佛了 已經準備要成佛的時候 所以在三種清淨 在八地 九地 十地 這三種清淨的情況之後 我們叫什麼 那三種的情況 我們叫 出生陣型 好 那我們先 把科判 跟大家講了一下說什麼呢 因此 所以在這邊 他要分出 或者要講的話 這邊可以分為二 這邊我們要趨入 分為二什麼 就是 既說淨律無色 說事無量心 淨律是什麼 就是 淨律是殘天的意思 無色就是無色定 這邊講的 淨律是 是禪定 無色就是什麼 無色天的定 無色界 而 後面就講事無量心 那首先有分二 我們可以說什麼呢 說淨律即說無色 所以他分兩個 就說什麼 說出有關 禪天 或者禪定 應該 我們不能用禪天 因為 或者禪定 因為這邊來講說 說禪的意思 為什麼這邊 分這個 講淨律 或者禪 跟無色 它包含兩者 是有內心的 正量 或者外在的果報 兩個都分 所以他說可以說 分為 四禪天 無色 無色定 或者 四禪天 無色界 或四禪界 無色界 等等這個來分 那這邊來分的話呢 第一個又可以分為四 就是 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看第一項的話 我們又可以從哪邊來分的話 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初禪定的禁分 說出初禪定的陣型了 是不是我們剛剛 在略略來 好 因為我剛剛覺得 我跳過一個地方來講 是什麼來講 它前面有說 說禪 說無色 說禪的時候是什麼 因等制的禁律 或者因等制的禪 跟 果等生果的 生果的禪 那什麼意思 這個來講的話 要跟大家介紹來講的話 說什麼呢 是什麼 所謂的因等制的禪 就是什麼 就是我們剛剛講那個禪定功夫了 禪定的功夫 就是禁律 就是我們那個內心的正量嘛 我們講生魔它 而 生果禪定是什麼 是由禪定所生出來的果報了嘛 那也叫禪嘛 我們是初禪天 初禪 二禪 三禪 四禪 都取這個名字的話呢 這也都叫 這也都叫禪 可是它什麼呢 它是果禪 它是這邊來講的話 它什麼 因等制的禪 跟果等制的禪 果等制的禪 果等制的禪是什麼 就是由 那種初禪定 二禪定 三禪定 四禪定 所生出來的果報 那叫果等制的禪 因等制的禪是什麼 就是內心的那個功德嘛 內心的那個定嘛 那叫做因等制的 所以因等制的禪 它是不是剛剛分了 就可以分為說什麼 有從 初禪定的 二禪定的 三禪定的 四禪定的 那有某人說 這是錯誤的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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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說什麼 它說 比初禪定的禁分 比初禪定分了 象作義 是初禪定禁分的最初 為什麼呢 因為在余茄師地論裡面的 聲文帝當中 有講到說什麼 有這個在菩薩地 不是不是 深文帝講的這種七種分類 七種的禁分的分類是什麼 就是 了象 聖節 遠離 色樂 觀察 佳行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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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 這七個為 為 所謂的 它是不是在這邊來舉例 所以它說什麼 它簡單來說什麼 這個裡面 在聲文帝分類的時候 第一個分類就叫什麼 叫 了象的禁分 所以應該是了象禁分 就是第一個分類來講的話呢 那 何時獲得 初禪定的禁分 就應該就是第一個就是獲得了 了象的禁分的話 它的想法就是這樣子 就是 依著 聲文帝的這個經文的 它說分期的時候呢 它第一個是叫 了象禁分的緣故 它就認為說什麼 初禪定的了象禁分 就是初禪定的禁分的首位 首先第一個就是獲得這個來講的話呢 這是錯誤的想法 我們這裡面有一個是什麼呢 它是說 這既是說 由七座役而等至的初禪 且七種的最初 既說為了象座役的緣故 但是此說極不合理 因為由最初得止的 普特前羅興旭的清安所設置的 等隱三摩地 為初禪禁分的最初 所以我們說什麼 這前面有一個說什麼叫 等隱的三摩地 初禪定的等隱三摩地 這個 這個來講的話 再來是最初 所以這個另外先 大家不用擔心 因為我們還要跟大家介紹什麼叫做 療象 聖意 等等的這個來講 但我說我也要把這個七種背 我跟大家一樣 我說 因為我以前我都是背藏文而已 我沒有背過這個中文的這種的 七種分類也很好 大家因為大家的緣故 讓我這一次我要去把這個背首 我說因為要教的時候 就不得不把他的背首一樣 我說到下個禮拜 我也會把他背首跟大家來講的話 這個來講的話 我們總之 這邊來講的話 它是什麼什麼呢 以第一個 第一個來講的話 這個來講它前面有一個叫 影制的 或者後面它有另外用一個用詞 這邊大家如果可以看到的話 它這邊是 用的用詞是什麼的話 我們說 它說 在第三行的有沒有說什麼的 它說 若得出禪禁分 了項作矣 則須先行得出禪禁分 作矣出修業者 作矣出修 就是作矣出修 這個是什麼 我們這個是 在與出禪定的禁分的首先的位置 所以沒關係 大家這個都不用擔心 這個是我們慢慢會跟大家來講 這大家就先目前來講 說什麼我們 目前今天在講到這個階段什麼 就知道說 出禪禁的禁分 至少會有分八個階段 是不是 後面它剛剛講 聖文帝所講的這個 分的這個七 前面還有第八個什麼 這個了項不是第一個 了項之前還有另外一個嗎 出業分者的話來講的 好 那沒關係 這個的話大家還沒有的話 可是大家還要幫我想一下 我下一個禮拜我會來再問大家說什麼 那如果 如果 屈入正行 有這樣分的話 我們分了從 四禪八定 一直到一切相似的話呢 為什麼這邊不能分第十個 第十一個 我們為什麼不分 這邊為什麼不分 說什麼 屈入菩提心的屈入正行 為什麼沒有屈入出離心的屈入正行 不應該是 應該要有一個菩提心 有出離心等例子嗎 那應該比四禪八定啊 比四五兩千更為重要的是 菩提心 為什麼這個地方沒有分出 屈入菩提心的屈入正行 為什麼沒有分出 屈入出離心的屈入正行 好 我們慢慢慢慢 我們後面會跟大家 介紹越來越多的這些的名詞 大家都不用擔心 我們會慢慢慢慢介紹 慢慢介紹來講 好 那我們今天 現在到這邊 讓大家請合掌回向 願消三丈諸煩惱 願得智慧真明了 普願醉漲西消除 世事常行菩薩道